部长 署长 部长有一本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总统的亲戚 没有 没有 这本书是已经现在是第二版了 这本书是一个女性的作者所写的 那你大概可以猜出内容吗 不对 这本书它其实是一个个人他利用有限的资料 而把从报长有的时候是从铺文去抓那个总统的亲戚 亲戚跟亲戚的亲戚 就是血亲的阴气或阴近的血亲之类的 而写成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多多少少让我们知道说 有一些权贵他们是怎么来的 不过这个总统呢不见得是指现代版的总统 不过呢我现在要问的就是刚才已经也有委员问过了 就是这个张高平事件 我们的国安单位都说他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兄弟 那对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只有两个答案 一个就是他们太笨了 一个就是他们欺骗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话呢 那他们就是有点太笨 就是重要的人物 国家重要的人物 他有哪些亲戚是应该要知道的 固然那个总统的亲戚他是往那个权贵方面去讨论 但是往罪犯方面去讨论的也是非常值得的 请问将来你有什么办法来统计出一个亲戚表来 如果人家一个人就可以写出这本书来的话 那我们整个的国家安全单位可不可以做出这个表来 我想这个针对政府官员的亲戚 当然我们是目前是没有规定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统计了 不过当然这里面也不竟然都是我们警政署的业务 里面一部分跟国安系统跟调查局都有很多的关系 我相信我们会针对这个案子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最近有不少这样的案子出来 那在两岸其实都有相同的这种官吏的不好的这种行为 就是他们包庇他们的兄弟姐妹家人 以及种种的亲戚 包括财产的转移什么都是利用亲戚的户头 所以这个这个表格应该要出现 他出现的时候才使我们的国安官员不能说 我不知道我是今天才知道我是看了报才知道 说这句话我觉得是应该自己觉得羞耻的 我想这件这个案子我们会我们会来来进行检讨 至于说后续要怎么做 我们也必须要考量这个 这个一些基本的人权啊还是有个人的隐私 我是觉得这个还是 对这个当然是有个人隐私 但是国家至少要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资料在那里 因为有的时候查账他不一定是存到自己户头 他很可能存存到像 吴时尊他会存到他的弟弟的户头里头去 那这些为什么都都可以查得出来 为什么周美清要他的亲属也要离职之类的事情 这个就是因为你们觉得是亲戚嘛 所以就应该回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表格清清楚楚的列出来 我想列表是一件事情 公开是另外一件事情 情治的掌控是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在执法上面还是会 还是有些分寸必须要拿捏 我想这件事情我们会去做个反应 做个适度的一个掌控 好请在两个礼拜之内给我一个回答好吗 两个礼拜 来我请署长 我不是说做成功了 我是说知道你们的动向 这个事情因为刚才委员提出来以后 我有想过 跟委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 谁的经济是谁 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立法委员 都要告诉你我的财产有多少 那我应该告诉你我的兄弟姐妹是哪些名字 所以这个变成要有法员的依据 对 因为像我现在 比如我当署长 我们警政署那个资料库 有些东西不是我那个我还不能查 我查了以后还会有问题 所以说像 像委员您的亲戚 我不可能把您的名字打进去 我去查您的亲戚 我查这个干什么 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资讯监督的小组就是在做 查这个就是防止犯罪法 对 但不是 这个一定要有法院的依据才能够做 如果没有法院的依据这个事情是做不成的 对 那开始嘛 这件事情开始嘛 像确实 刚刚讲的张局长的哥哥 弟弟叫张高平 我从来没听过啊 我认识他十几年了 我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表格可查 对我不知道他的兄弟叫什么名字 我二十年前认识他 我不知道他弟弟是军人 在军情局我不知道 对 那以后您说要建立这样的资料的话 那必须要有个法院的依据 对因为华人社会啊 包括中国大陆跟台湾 是一个亲情关系 季代关系 还有群代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一个社会 所以他非常需要这个东西 某些事情发生以后 有些杂志 有些媒体 有些杂志 他们为什么会比你们聪明些呢 他会去挖那个 专门去挖他的周遭关系 然后把这些关系挖出来以后就 所以 为什么他们的IQ 永远比你们要高一点呢 不是 因为我们没有说要建立这些东西 所以 那他们也没有建立啊 不是 他是因为案件他去追他 你们不会追吗 不是 我们平时我们怎么去建立说 所有的哪些人的 亲戚资料的关系 如果没有这个法院的话 我们是建立不出来的 好 那你们去找法院的路啊 法师人立出来的 而且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哪个单位要做 因为如果是整个国家的事情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知识体道 可能不是小事情 嗯 不是小事情 但是 因为 是应该是保 这样可以保障我们人民 更 您的出发点 您的出发点 跟那个应该 可能是对的 政府的高官 应该怎么样 但是这个变成要有 那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财产告诉你呢 那财产生报 也是有规定的啊 对 他既然有这个规定 也可以有这个规定啊 所以像我们也是啊 我们要报财产 就是因为 我们报财产可能是跟外国学的 可是外国人不像华人 华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亲情和裙带的关系的啊 那所以呢 呃 他们可能没有这个 我们就没有学到 那他没有报财产 我们就跟着他们学报财产 但是我们其实会多了一个这样方面的 这个这个 这一个枷锁在那里 我我我原来这个想法 我们是可以向上级反应 但是就是说 好 那就向上级反应啊 好 好 谢谢 好 我再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集合法里面啊 呃 呃 我不知道一个 一个 呃 游行的团体 他们如果带着一个类似道具的 一个表演的工具进来 是不是非法的 他如果是申请核准的一个游行的话 那他这个道具没有违法 没有危险性的话 应该是合于规定的 下一次这个 中科斯区在西州他们用水的问题 那个农民啊 桌水系的农民他们上来的时候 他们申请要一个 呃 一个挖土机啊 因为他们的那个那个土不断的还在被挖 好 所以他们申请一个挖土机放在现场 但是被拒绝了 好 挖土机很危险吗 呃 因为挖土机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 你讲的是怪手嘛 嗯 因为比如说他到这个这个农委会去抗议 哦 即使农委会没有巨码这些东西 都没有定 但是如果说群众他的气 他的气氛造成 有身高的现象的时候 也许农委会是把他的电动闸门拉起来 那警察会站在里面 因为警察是任何一个公安单位 有乘况的话 警察都要去处理 那这个时候这个挖土机 如果被用来说 去破坏他的闸门 或者破坏这个农委会广场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对 其实农民的愤怒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为他们被宣布要停工的工程 那个工程大陆还在继续的进行 还在继续的挖 他们只是要带一个道具到行政院门口来说 请看你们用挖土机在挖我们 他不是要来用挖土机来挖行政院 他是说请看 你们就用这样的挖土机继续挖我们 那这样的 这样的道具 这样的表演道具放在那里 只不过是说明 那这种时候 谁应该来判断 他是不是该被拒 该接受还是拒绝 谢谢委员 因为您刚刚提到的是 他们要带到行政院 因为基本上 基本上行政院就是集会游行的禁制区 他不能够在那边集会游行 所以一般来讲 农民他们有时候到行政院门口 警察就是他在那边表达完 警察就请他们赶快走了 你不走的话可能要进行这个依法取缔的动作了 所以你说他再要开挖土机来什么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 对 但是我们的警政单位却不能去制止现场的那个挖农民土地的那一些人 他们所做的事情 只能拒绝这个游行者 不是啊 如果现场 如果是哪个县市政府 如果民众像县市政府 因为县市政府如果通常做这些事 还是要警察到场 即使他农业局或干嘛要去挖 没有 这个国家会在现场已经保证 说要停工 这是结果他们还是一再的挖掘 这个事情 我想就不怪你了 但是 但是 农民其实他们申请要带一个挖土机进来 其实是有他们的痛苦的 那 我也想 再请问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就是 署长 认为口才如何 我自己啊 是 我口才不好 其实你口才还蛮好的 但是我要说 普遍来说呢 警察的口才和表达的能力并不好 在现场或者是说在电视上 经常好像太紧张 或者是词不达意 那以前有一本书编起来 也许不无小补 就是警察的那个幽默文学 你知道这本书吗 幽默文学 对 我不晓得 就是 这是 这个是比较早期的 大概民国六十年代的时候 编给警察看的 让他们读了一些笑话 在处理案件的时候 比较可以轻松一点 那这个当然不是万灵丹 但是至少 那个时候的警戒 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你大概还不知道 是不是 六十年我还没有 对对 那那些书是可以再重新再印的 那另外呢 我认为你们在警官学校里头 也要加强表述能力的训练 不管是写作也好 写作当为一个 当作一个 这个书发的工具也好 当作他们表述他们工作的 这个成果也 这个这个工具也好 或者是他们 加强他们口才方面的训练也好 或者他在跟 这个这个作为一个发言人 在电视上表述也好 警察或者整个官方的口才呢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能在警官学校里加强这一类的课程吗 可以 对因为 我所指导 似乎你们的课程是比较专业的 比较多 但是 课内的或者课外的 写作的阅读的训练 似乎不太够 是不是 对 我们因为警大跟我是平行的 警大不在我警政主管 但是我原来这个建议 我会告诉谢校长 那警官这边我们会转职陈校长 好